《解放战争》 但是,在第一年经过艰苦作战,取得了粉碎蒋介石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大胜利,在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,在后来授予元帅的十位解放军统帅级别将领中,艰敌最多的是谁呢? 可能谁也没料到,这个人竟然是陈毅。 1946年6月30日,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,全面内战爆发。 这时,陈毅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,中央军委授权肃于为司令员的华中野战军,在战略上归陈毅指挥。 华中野放区是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,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先取得朝阳级战斗胜利。 接着,华中野战军取得苏中战役的胜利,但是随后,在八月上旬,四线战斗却打得不好,第八师伤亡很大。 陈毅说,我从来不想敌人低头。 十二月初,敌徐州随进攻处主任缺越,集中二十五个伴侣,分四路来办。 陈毅和素玉,谭振林,发现,由素迁一路来办的两个师孤立突出,被苏北威胁最大,于是集中二十四个团,以一部阻击底整编第十一师,在以六师兵力为坚底整编第六十九师,经五仙激战,将整六十九师所属三个伴侣,共二点一万人全间,师长戴知其自杀。 这是山东和华中两大野战军,汇世后的第一个大胜仗。 1947年元旦,陈毅提出了一个口号,打一仗,进一步。 这时,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,德西整六十九师在宿北被奸,被迫在林仪西南转入防御。 陈毅立即率领主任一师鲁南,为奸该部,鲁南战役于一月二日打响,陈毅素育指挥二十七个团发起攻击,先肩灭整二十六师主力,转兵为兼装备有坦克,留整炮和大量汽车的第一快速纵队,即整二十六师余部。 西战两天两夜,将号称国军京华的第一快速纵队等全坚,接着,陈毅挥师成圣阔大战果,又将敌援军整整第五十一师全坚,苦难战役。 陈毅指挥共坚将军五点三万余人,一月下旬,山东、华中两大野战军,奉中央军委之命,和祖编程华东野战军,陈毅为司令员,素育为父。 总兵力达到二十七万,蒋介石又发起鲁南会战,以八个整编师和三个军,对陈毅实施南北对劲,陈毅先打敌第六路军总司令郝彭局部,准备调动南县之敌,欧镇集团。 结果,只派一个纵队就一举见面郝总部进两个师,活捉了郝彭局,可是,打了郝彭局部,欧镇并没上当。 恰好这时,北县之敌李仙州集团孤军深入,陈毅将两个纵队留在南县,摆出决战架势,指挥七个纵队昼夜兼城,冒着大雪翻越一蒙山,突然发起来无战役。 经过三日激战,又将李仙州集团两个军部,七个师共五六万人见面,升抚李仙州。 至此,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完全失败,只好改为重点进攻。 三月起,蒋介石调集四十五万人,编成三个机动兵团,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。 五月,陈毅,处于集中主力,又将敌孤军深入的先锋王牌,整编第七十四师包围在孟良谷地区,然后发起攻击,强大的炮火,向敌人的山头,高地猛轰,将蒋介石的王牌,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。 第七十四师共三点二万人见面,师长张灵府被击毙,一说自杀。 这一胜利,创造了解放军在敌重兵集团密集前进的态势下,从敌战线中央割肩,其一个主力师的范例。 这也成为粉碎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决定性胜利。 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一年中,陈毅指挥华东野战军转战南北,把数量优势,装备精良的蒋军,打得损兵这项,焦头烂额,仅用一年时间,不仅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,还歼敌四十万。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高兴的发电给陈毅说,我华东野,战军在第一年作战中,已表现为全国各地战绩最大的军队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